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被党中央理解 毛主席早年世纪上几下 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排挤和打压 在毛主席被打压的同时 中央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 使得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而左倾路线的核心代表人物就是王明 万幸的是 遵义会议的召开 让党和红军得以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 可笑的是 以教条主义和魅苏亲苏为人生准则的王明 到死都不知道悔改 并在1956年时逃往苏联 至死都没再回国 王明在苏联期间有很多叛国行径 经常化名转文歪曲历史 攻击新中国 但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 已经定居莫斯科的王明 依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选举结果 后来就有 人便向毛主席提出了疑问 而毛主席说 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 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他是我们党的教员 是教授 无价之宝 用钱都买不到的 他教育了全党 不能走他的路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